Hello大家,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上个星期是怎么样从一个就是小基数的体重吧,然后减了两公斤的 因为其实我八月底在快开学的那段时间呢,可能内心还是有点小纠结,就是快开学快工作了嘛 然后就有点想吃很多好吃的,就包括那些很高热量的像是芝士蛋糕啊,巧克力蛋糕啊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流心的各种那种甜品,然后还有就是香港茶餐厅做的特别好喝的奶茶 还有就是炒蛋,炒蛋多士那种之类的,就特别特别想吃,然后我就放任自己去吃了 因为我觉得我要是不吃的话呢,我怎么样都会在想着那些食物 然后有一天我一定要把它们都吃掉,所以我就索性让自己都去吃了 然后就很开心的过了一个星期,然后后来呢我就称体重嘛 其实我每天都有称体重,不过我吃的那段时间呢就不想去称 因为不想让自己感觉很难受内心,然后我就没有称 然后一个星期过后吧,然后去称体重就发现重了大概1.5公斤 就是我本来是49的嘛,48.5到49的这个范围,然后就变成了50.5 对,然后后来就不知道又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又是吃东西比较多,又没有怎么样控制,然后就到了51公斤 然后我就觉得,啊不行开学了,就是要开始恢复原来那个生活状态和体重了 然后我就开始进行了一周的那个减肥计划,然后我因为我知道其实短时间内体重增加这么多 就是一个星期之内增加了两公斤,其实呢增加了体重的重量呢并不是脂肪,就可能有一些脂肪吧,但是主要还是水分 就是因为我用那个,就这个仪器测脂肪的时候呢,我的脂肪比其实并没有增加 就是还是数值是一样,甚至某天测,有天测的时候更加低了脂肪反而是 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当然有误差啦,但是因为它的误差呢,它是绝对误差,就不是相对误差 所以你用它来去看自己的体质变化,我觉得还是蛮准的,可是它那个体质的数值呢就不是很准确,绝对数值不是很准确 然后我就开始,我就知道那个体重是水分为主嘛,所以我就觉得不用担心 而且我还会测自己的腰围啊,腿围啊,这种维度我也会测的 我当时在48公斤的时候,我的腰围是62.5cm,然后腿围是48.5cm 但是我老头腿有点不平均,我左腿是比较细一点的是48.5cm 然后右腿是差不多49cm,就是有点腿粗细不一样嘛,因为始终人有主力腿 对这个,所以就是很正常,但是看上去的话还好 对,然后我增重了1.5公斤之后呢,我的腰围就是增加了0.5cm,就是63 然后腿围是没有变的,然后臀围也没有变,臀围是89cm 然后我就知道,其实我种的应该就还好,可能腰围这边囤了一点脂肪 可是总体来讲的话,2公斤的应该是水分为主 然后我就很有信心,我在一个星期之内一定可以把它剪下来 那我的做法呢,就是我会吃的比较谨慎和比较clean,比较干净一点 比如说早上我会吃,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典型的早餐,就包括了燕麦 早餐我一般是喜欢吃那种比较饱腹的,就是比较碳睡比较多的 然后有些坚果脂肪的,然后我就会选择吃这个燕麦 它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牌子,在香港各大超市都可以买到 然后再加低脂牛奶,然后在微博炉里面大概盯2分钟,然后就可以吃了 然后因为我喜欢早餐吃的有一些温暖的食物 这样感觉肠面比较舒服嘛 然后还会有时候会喝一个果汁,像这个是在周末在家做的 就是可以用那个炸果汁的机器 这个果汁是蓝莓和苹果,再加水和一些冰块 对,然后就这样就很饱了,然后早餐再加一杯黑咖啡这样 要是平常上学的话呢,我会吃这个燕麦,不过分量会减半 另外呢,会再吃一个小的面包,我喜欢吃黑芝麻面包 或者是番薯面包,或者是香芋,芋头面包 对,一般是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然后中餐呢,就是会有几个选择 我这边都放一些图片吧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沙拉 它是我之前也发视频介绍过,我很喜欢吃的一个沙拉 里面就有那个pasta,然后还有玉米,有没有玉米啊 有玉米,还有蘑菇和一些青菜 然后沙拉酱,我选的是黑醋,芝麻酱 然后再加上一些提子的一个topping 大概那一盒沙拉呢,是450卡,我算过 我就是把每一个配料都算它的那个卡路里 然后加起来大概是450卡的样子 或者呢,有时候会带饭嘛,然后就会带汤 就是午餐就是喝一碗汤 或者是午餐就会吃一个学校的鸡腿饭 然后鸡腿饭我会,就是一定是不吃鸡皮的 我从来都不吃鸡皮,然后饭的话就吃三分之一 其实鸡腿饭的热量并不是特别高 如果你只算鸡腿肉和那点饭和一些青菜的话 可能就大概是300的样子 然后有时候还会带一些像这种pasta啊,然后broccoli啊,西兰花种 那晚餐呢,我就会尽量不吃主食 不过也会根据当天午餐吃的份量多少 而决定晚餐吃不吃主食和吃多少 不过呢,就是在上周我就尽量没有吃主食了 然后一般都会吃青菜为主 或者是青菜再加一些肉啊,一些蛋白质 这样子 饭后呢,有时候会吃水果,有时候就不会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配套 然后运动我每天都会做 大概是做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有氧 我就很喜欢做椭圆机嘛 我之前也分享过就是那个Elliptical Machine 那个的话对膝盖的压力没有这么大 因为跑步会很伤膝盖 我之前试过有段时间每天跑步 然后就膝盖真的会很疼 然后我就不是特别敢跑太多了 然后我一般会做那个椭圆肌 做完之后呢,有时候如果不太累的话 就会再做一下深蹲 在我们家会所用那个哑铃 我是用45磅到50磅的哑铃去做深蹲 做三组,每组做15次 然后周末的话会去我的健身房 在外面的健身房做那种就是Rack 就是亚铃架上面那种深蹲的亚铃 或者是引拉这样子 然后一周下来的话就真的减了2公斤 那当然了减的主要也是水分 因为之前增加的主要也是水分嘛 然后脂肪的话我测过就没有怎么样变化 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下来的话 其实你抱一抱饰之后增加的还是水分 只要大家可以马上去调整和控制饮食的话呢 一般来讲体重往下压的那个幅度 就是和快速程度不会特别慢 就是会很快就可以把体重再降回原来的水平了 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还会 occurred 我すごい很好 等一下